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题日 乒乓球WTT德国法兰克福冠军赛正在进行 北京时间11月2日凌晨 国拼世界排名第一的奥运冠军孙颖莎登场 迎接19岁法国黑马小将帕瓦德的冲击 最终莎莎以3比0的大比分横扫对手 在陈梦出局后 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张女单八强赛的门票 虽然输掉了比赛 但帕瓦德这次3比0淘汰世界亚军正一进 也给孙颖莎制造了一定的威胁 其中两局都只输了2分 打出了年轻小将的风采 同样值得肯定 详细战况请看下文 帕瓦德出生于2004年 是目前欧洲同龄段女拼小将中的领头羊 实力不俗 2021年就已经参加了东京奥运会 虽然没有取得好成绩 但也已经领先了许多同龄人 而本次比赛他更是爆出了一个大冷门 3比0就横扫中国台北名将郑一进 打得非常有章法 看来又有新的进步了 相比于郑一进 孙颖莎的实力显然更强 而且他也只比帕瓦德大四岁 不像郑一进已经是年过三巡的老将 所以体能精力也不会下风 此战还是有很大胜算的 比赛开始后 由于两人过去从未有交手 所以大家都打得比较谨慎 主要在试探对方的技术风格 孙颖莎开局领先被逆转 随后又追平比分 帕瓦德利用自己的左手 反手快思给孙颖莎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不过对手毕竟是奥运冠军 最终小将以二分之差 9比11输掉首局 第二局孙颖莎逐渐放开手脚 上来就狂轰滥炸 打猛帕瓦德 随后不断扩大优势 最终以11比3轻松再下一场 距离胜利仅一步之遥 第三局帕瓦德拼得很凶 开局落后 但很快实现了逆转 不过最终还是孙颖莎技高一筹 连续挽救局点 最终以15比13锁定胜利 虽然大比分是3比0 但赢得并不轻松 从技术上看 帕瓦德承袭了欧洲运动员 反手强的优点 虽然力量有限 但速度比较快 完全可以跟上亚洲顶尖选手的节奏 这是非常难得的 不过他的水平 在面对孙颖莎这样的对手时 还是有些不够用 输球不让人感到意外 能打成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 而在此前的16分之1决赛中 孙颖莎与韩国名将田智希展开较量 最终以3比0的比分横扫对手 成功晋级女单16强 这场比赛也是孙颖莎首次亮相 但她所展现出的实力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完全掌控了整个比赛节奏 首局比赛开始 田智希在揭发球时犯下失误 孙颖莎则以此机会连得2分 双方在场上彼此熟悉 比分交替领先 孙颖莎也有失误 然而在6比6平的关键时刻 孙颖莎连续得分 其中还包括一个擦网球直接得分 显示出了她的高超技术 她以11比6的比分拿下了第一局 进入第二局 田智希主动进攻 一上来连得2分 但是面对孙颖莎的韧性回击 田智希瓦解了一些 孙颖莎的发球给田智希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尤其是她的正手护台能力让人印象深刻 同时在相持球阶段 孙颖莎全面占优 让田智希措手不及 尽管田智希努力挽救了两个局点 但最终还是以11比8的比分再次落败 进入第三局 孙颖莎以4比1完美开局 展现了她卓越的发球和抢攻能力 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中 她的长短配合非常到位 给田智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然而孙颖莎在比赛中 也存在着失误增多的情况 一度被追到6平 不过她积极调整 以11比8的比分拿下了本局 大比分以3比0取得胜利 顺利晋级女单16强 这场比赛中 孙颖莎与田智希的整体实力差距较大 加上田智希已经是一名老将 今年已经31岁 比孙颖莎大了8岁 尽管如此 孙颖莎在一个月之内双杀对手 完全显示出了她的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 田智希此前还拿下了杭州亚运会的女双金牌 对阵国拼之外的选手 依然具有一定的实力和竞争力 孙颖莎在冠军赛女单16分之1决赛中的出色表现 引起了广泛关注 作为一名年仅23岁的年轻选手 她展现出了惊人的技术与实力 在与田智希的较量中 她表现得极为从容自信 完全掌控了比赛的节奏 而在昨晚另一场女单八强席位争夺战中 国拼奥运冠军陈梦 对阵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 后者斯佐科斯可不是泛泛之辈 她曾经在国际拼联澳门冠军赛中战胜过陈梦 斯佐科斯也是今年欧锦赛女单 女团双冠王得主进步明显 首局比赛奥运冠军陈梦拒绝慢热 进入状态很快 以11比4先胜一局 大比分1比0领先 四局斯佐科斯开始反攻 频频薄杀得分 斯佐科斯以11比8扳回一局 双方大比分1比1平 第三局双方打得非常胶着 比分也是交替上升 斯佐科斯10比9率先拿到局点 陈梦连得2分 11比10反超比分 但是斯佐科斯打得非常冷静 并没有自乱阵脚 以13比11惊险在胜一局 大比分2比1领先 第四局国拼奥运冠军陈梦 已经被逼入绝境 退无可退 背水一战的情况下 陈梦以9比5领先 随后请求暂停 暂停之后 陈梦抓住机会 以11比5再胜一局 双方大比分2比2平 决胜局 陈梦开局不错 比分领先 但是中局阶段 斯佐科斯追平比分 双方6比6平 关键分陈梦失误增多 斯佐科斯12比10 惊险锁定胜局 这样的话 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 再次创造大爆冷 总比分3比2击败陈梦 接下来 斯佐科斯将迎战日本选手 早田吸纳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本战公开赛 第二位女单世界冠军被淘汰 第一位是日本的平言美语 这一场比赛中 陈梦又被罚黄牌 因为当时裁判 认为陈梦故意拖延时间 此前 马龙同样因为拖延时间 被罚黄牌 赛后 斯佐科斯非常激动 仰天握拳怒吼 非常兴奋 确实毕竟 他战胜了陈梦 面对媒体采访 斯佐科斯表示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 为自己加油 来到这里看我比赛 为我呐喊 斯佐科斯坦言 一切难以置信 斯佐科斯打球 非常自信 他还表示 球迷都非常友善 在这里能得到 如此多的欢呼声 贱胜 账胜 账胜 섾胜